毕业核在大家好 我是Michael 我们这个频道是关于区块链的知识 和相关加密货币内容的分享的 周一到周五 我们每天都会有将近15分钟的新闻类的报道 梳理当天的热点事件和新闻 周末我们希望就某一个话题 和您一起来进行一个深度的 专题类的一个探讨 周四是我们会员专属的直播 周日是开放的直播 如果您也对这个处在盲荒时代 处在一个蒙昧时代的圈子有兴趣的话 我想我们频道会是您了解的一个窗口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以太坊2.0的话题 关于什么是以太坊 我们在之前的专题和无数次的直播当中 都跟大家探讨过 以太坊2.0升级将会如何来升级 它会带领我们和区块链和公链 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那么大家讨论都非常的热烈 不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 POS和POW哪个更好 我们今天要想聊一聊 当下以太坊2.0的升级的这个阶段 或者叫做合并的这次升级 到底会有哪些变化 有哪些是利好币价的消息 我们如果是以太坊矿工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操作 也希望您能够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 自2015年问世以来 以太坊一直广受欢迎 2017年 一个非常火爆的游戏 加密猫 在以太坊的网络上出现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游戏 居然让以太坊的网络出现了瘫痪 2021年的9月份 DeFi项目非常火爆 而高昂的手续费加上网络极其拥堵 只有通过提高手续费的方式 交易才能够获得成功 以太坊高额的交易费和低可扩展性 对复杂的应用程序的执行 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用户对以太坊改进的需求 变得越来越迫切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以太坊2.0开始酝酿 the fact i think the ethereum massively increasing its scalability with sharding is something that really will greatly 面对高丸的gas费和只有30左右的tps 那么Vitalik提出的方法就是合并 所谓合并就是把以太坊1.0和2.0 最终合并在一起 那么采用的方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高速上面来进行换车 以太坊1.0 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已经时速高达120码的一个正在行驶的一个列车 那么2.0怎么跟它进行合并呢 先要把2.0的速度加速到和1.0同样都是120码 然后在高速行驶的同时 把1.0的货物慢慢的挪到2.0身上 完成这种无感知的升级 所以不管是分链也好 分片也好 加测链也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 都可能是车毁人亡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以太坊1.0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还没有可以做好星际航行的一个超级的航母 但是这个航母比较孱弱 怎么办呢 2.0给它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引擎和一个坚固的外壳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 让这个老的航母和新的外壳和引擎合二为一 这其中的难度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太坊2.0一直往后 不断延期的最根本的原因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ants to hear about the merge the switch to proof of stake So the merge is the switch from proof of work to proof of stake 去年连信标链都已经迎来第一个生日的时候 V神才发布了以太坊2.0的更新路线图 大约两周以后 以太坊的开发人员才缓缓地宣布将启动测试网 也就是说才开始测试信标链将如何与以太坊1.0的运行相匹配 那么在测试之后必然还将进行相关的技术修正和升级 所以在这之前所公布的信标链与1.0合并的时间 想想都觉得不太靠谱 合并的本质是提高以太坊网络的效率 事实证明合并是一项极其复杂 而且不能有丝毫疏漏的任务 它将放弃POW由矿机来分布式记账的规则 转而实现由节点来协调的验证模式 它将决定1.0上面数千亿美元价值的生态应用 是否能够继续在2.0上面运行 它将决定以太坊公链之王的地位 它是以太坊生死攸关的关键环节 我们已经移属到团阅的效果 实际上将隖属于一项未经许的效果 集中完整的效果 8月5月的课纸设计 所以这将更大课程 更大以后的课程 用了其他批课纸设计 与很多批评码 调整工作 把它传说到证业 全部问题回事 然后可能决定是 这冬天的设计 17年开始以太坊2.0即将升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对于2.0来讲 对于以太坊来讲 对于Vision来讲 这是永远挂在以太坊价格上面的一个利好 每一次发布相关以太坊升级的 相关的技术路线 都会带来币价的一波拉升 所以大家觉得没有 只要2.0的升级没有正式完成 以太坊的价格 都被大家认为是有利好刺激的 2.0永远像一个长霸伞 一个远期还未完成的利好的目标 包括在2021年的区块链大会上 Vision虽然没有到场 可是通过视频 Vision非常自信的表示说 以太坊的升级非常简单 将会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 The first major thing that will happen after the merge is what I call the post merge clean up fork So the idea here is basically that the merge is being done in this a way that allows it to happe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so the merge is fairly minimalistic 可事实是什么呢 大相征庭对不对 距离2021年的区块链大会过去 已经接近一年时间了 现在市面上对于合并升级的日期 版本猜测非常的多 那么官方公布的时间也是一拖再拖 一直打脸 原因是什么 难度 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原因 Now there have been some hard forks on the beacon chain already It's already possible to have light clients on the Proof of Stake chain EAP1559 has happened now But there's also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are still left to happen in the next few years So it's broken up into five sections So the merge is the switch to Proof of Stake The surge is the sharding So increasing scalabilit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roll-ups to process a very larg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So we have EAP4844 Dink sharding Data availability sampling A lot of different ideas The verge is the switch to Virgil trees Which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have to run an Ethereum node Even if you don't have a powerful computer that has a lot of hard drive space It should make it much easier to be a validator And shoul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protocol to become more decentralized Should make it easier for more people to validate the Ethereum chain POW的工作量证明机制是一个区块连接下一个区块 每分钟或者每10分钟产生的区块不能够篡改 只能够查阅 区块之间的相连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区块链 那么问题出来了 在这条链上所发生的每一笔交易 不管大小不管多少都要经过主链的确认 所以以太坊就是要把POW的工作量证明机制 改成POS权益证明机制 以太坊要建立一个新的共识 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复杂性 除了引入一系列的工程挑战之外 以太坊POS模型还将添加一套新的博弈论的机制 所以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 都将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以太坊的升级要更为谨慎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只要2.0还没完成 以太坊的价格就一直能够用2.0来刺激它 最近微省又给以太坊2.0带来了一个预期 他说预计注意是预计最早能在8月份完成合并 并且支持roll up的升级达到8万的tps if there are no problems then the e-commerce will happen in August but of course there's always a risk of problems there's also a risk of delays I mean so September is possible and October October is maybe possible as well but the e-commerce is at this point so looking like it's very close to happening 这算是一个比较明确并且是确定的好消息 那么layer1的转账速度将会大幅的提升 gas费将大幅的下降 这样的8万的tps基本上可以做到 现在信用卡级别的转账的时间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大家不必对具体的时间节点 抱有太多的幻想和期望 2.0会不会来 肯定会来 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 那么重点是我想聊一聊 如果我们在升级之前 您是以太坊的矿工 我们应该为2.0的升级做哪些事呢 过渡到POS共识机制之后 从技术上将以太坊与以太坊2.0信标链合并 挖矿就将成为过去时 没有挖矿奖励 没有交易费用 在1559协议执行后的短短两天之内 以太坊烧掉了价值约1400万美元的以太坊 而不是奖励给验证者 如果这种燃烧速度继续下去 那么以太坊的供应将受到限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太坊2.0似乎会推高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推测 其实微审本人也不太清楚 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完成以太坊2.0的升级 什么时候由POW彻底转向POS 抛弃以往的工作量证明机制 微审其实本人也是含糊不清的 他没有给出来一个完全具体的可执行的时间表 因为他非常清楚 这其中的难度和要控制的风险 所以我们栏目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停止了相关以太坊矿机的销售 我们觉得说如果再让大家去投资以太坊矿机的话 很有可能您刚刚回收本金 就面临着矿机要被淘汰的风险 如果您现在持有以太坊的矿机 您是以太坊的矿工 也不用过早的开始恐慌 继续挖就是了 什么时候不能挖了 我们再转向可以其他显卡挖矿 POW工作量证明机制的其他币种也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 矿工其实是市场上一个稳定的一个卖家 相当于给以太坊的流动量卖盘 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 如果把卖方干掉了 那么可以想见市场上每天固定流通的以太坊数量 会非常少 那么以太坊会和比特币一样 进入到一个通缩的状态 它的币的流通量越少 那么未来就会变得越稀有 价格也会随之往上涨 根据以太坊的核心开发人员表示 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一旦当前的信标链合并到POS链 并且正式启动以太坊2.0的时候 挖矿实际上就已经被关闭了 所以开发人员称 矿工应该在之前实现相关的收支平衡 但是如果矿工在合并之前离开 那么全网的哈希率只会降低 留下来的矿工就会获得更多的利润 了以后的改善 再次将其墓迹在一切获得更多的 让最组成功的 而在为了以太坊的 以太坊工的 而为了以太坊工的 解除了 以太坊工的 以太坊工的 所以对于现在持有以太坊矿机的矿工来讲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过早的恐慌 或者去处理您的矿机 首先我们不知道2.0什么时候能正式合并 POS什么时候能执行 如果这个时间无限延长的话 其实对于矿工来讲是利好的 所以这过程当中 如果您低价卖出您的矿机的话 可能对于您的远区的币本位来讲是一种损失 第二一个就算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今年10月份或者9月份转向POS了 首先第一您的矿机显卡是可以卖出的 是有残值的 再不济您可以转向其他的POW的币种 支持显卡挖矿的币种 比如说大铃币以太经典等等 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 以太坊2.0是万链兼容的对吧 有没有可能1.0成为2.0的一个侧链 来继续运行呢 可以保证所有矿工的收益呢 其实如果你现在就把矿机卖掉 退出以太坊的挖矿 那么其实挖矿的人越少 留下来的人就越容易获利 所以在投资的路上往往心态非常的重要 留到最后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